北民有声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说出品 北民有声录制的 我有一座恐怖 第六百零三集 成个不管不顾 直接命令唐骏将一辆车的人 都带入了立丸阵中 按照成哥之前的指示 唐骏朝着范聪家所在的校区开去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血雾 吸附在车子上 车速开始减慢 就算唐骏将油门踩到了底 仍旧没办法改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车乘客都需要一个解释 唐骏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听从了成哥的话 但现在乘客的怒气 却全部集中在了他身上 握紧方向盘 唐骏很担心成哥会抛弃他 为了一个会开车的鬼 得罪可怕的笑脸男和红色高跟系 这显然是不划算的 车速越来越慢 这对唐骏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老板交代的任务没有完成 还要承受乘客的愤怒 两边都不讨好 他不知道成哥的计划 也从来没问过 说不后悔那是假的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中年男人阴沉着一张脸 他从成哥手中挣脱 再次踩向刹车 这一回成哥没有去阻拦他 车速已经大幅减缓 此时再次阻止对方意义不大 给我停车 中年男人踩着刹车 双手又开始争夺方向盘 也是出于驾驶员的本能 唐骏咬着牙 用力将中年男人推开 方向盘转动 灵车偏离了公路 朝一边的栏杆冲去 小心 成哥大喊一声 接替了中年男人的位置 在背对所有乘客的时候 示意唐骏开车门 立刻离开 唐骏明白了成哥的意思 他决定最后再相信成哥一次 在成哥伸手握紧方向以后 果断打开车门 跳了出去 想跑 成哥声音比谁都大 他踩着刹车 不等车子停稳 就提着背包冲出公交车 他大声叫喊 紧跟着冲了过去 站住 别追了 快回来 医生知道 血物中十分威胁 他想要去拦 但没有成功 转过一个拐角 成哥嘴里喊着别跑 伸手却打开了背包拉索 将唐骏收回漫画册当中 不要再追了 身后传来医生的声音 成哥又跑出去几步 这才重新回到了车上 中年男人脸色很难看 司机呢 没追上 这应该是提前预谋好的 他连淘宝路线都想好了 成哥刚说完 中年男人就冲了过来 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 都怪你 说刚才你没有阻拦我 现在车子 现在车子也不会开心大物理 怪我 当时车速有多快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因为你和司机 争向方向盘 导致车子 直接撞到旁边的箭竹 发生车祸怎么办 成哥说的也有道理 中年男人狠狠捶了一下扶手 他痛苦地抓着头发 表情绝望 该死 该死 为了摆脱这些东西 我献上了自己的女儿 今天我带惹儿子过来 也是为了这件事 现在好了 全忘了 献上自己女儿 成哥眉毛微醋 他见过很多坏人 但是像眼前这个中年男人一样 还是第一次遇到 中年男人情绪 濒临崩溃 他想要将心里的愤怒 发泄出去 面上的成哥 成了他宣泄怒火的对象 各种不堪入耳的脏话 从他嘴里说出 和中年男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成哥的表现很有涵养 他的目光越过中年男人 看向那个被吓坏的小孩 孩子的胳膊上残留着几块黑紫青 想看又不敢看 低着头 偶尔眼睛往上瞟一下 这么快的孩子 你竟然狠得下心 或者是为他好 摆脱不了那个恐怖的东西 我们全家都要死 中年人越说越生气 他又一次抓住成哥的衣领 都是因为你 你用别人的绝望 去拯救自己的绝望 得到的 只可能是更深的绝望 只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成哥按住中年男人的手 这是你第二次抓我的衣领 希望别再有第三次 医生出来打圆场 他将成哥和中年男人分开 我们现在内讧也没有用 还是赶尽想解决的办法比较好 司机会突然改变方向 将公交车开进血雾当中 这肯定是受人指使的 我坐过很多次这辆车 都没有出现意外 那个司机只是个小喽啰 真正想害我们的另有欺人 104路摸板车横穿九角 连接了城市西郊和东角 为李湾镇的幕后主人服务 我们之所以会被送进血雾 很可能就是那一位的意思 这车上估计有他需要的东西 或者人 医生的分析很准确 不过因为信息差异 他思考的大方向出现了错误 成哥提着背包和医生站在了一起 不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算灵车停在血雾外面 对方还会有其他方法 逼迫我们进入大户当中 中年男人见医生帮助成哥说话 他不敢以一对二 语气弱了许多 李湾镇的幕后主人 你知道的东西还挺多 那你说说那个所谓的幕后主人 他到底在图谋什么 可能是想对付某个人吧 医生的话让成哥心里一惊 他扭头看去时才发现 医生正盯着笑脸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就比如你身边那个男人 他曾经屠杀过整辆车的乘客 破坏了李湾镇幕后之人的计划 祸水东营 医生借了笑脸男的牢底 笑脸男保持着诡异的笑容 脖梗伸长 用爬满黑色细线的眼珠 看向医生 我杀了一车的人 包括司机在内 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这件事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面对笑脸男的质问 医生表现得很淡定 似乎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他往成哥身后挪了挪 然后将围巾往上拉 和你有关的信息 都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那你的朋友 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呢 笑脸男的秘密被人发现 他脸上的笑容 仿佛花朵一样绽开 不管说话的语气 还是神态 都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这家伙或许只有杀人时 才会真正开心起来 你只杀了车内所有乘客 我的那位朋友 是在车外目击到了这一切 是吗 那他人现在在哪儿 他已经死了 进入名楼之后 再也没有出来 听到医生说 那个知情者已经死亡 笑脸男的表情 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似乎是在惋惜 上一次竟然留了活口 不过没关系 这回我会认真多检查几遍呢 笑脸男已经不再 引试自己身上的杀机 他走到果道上 皮肤下面一条条黑线浮现出来 就像是黑色的血管一样 这家伙是人还是鬼啊 中年男人 清楚笑脸男不好惹 他果断放弃了 坐在笑脸男身后的 妻子和孩子 独自跑到汽车前门处 随时准备下车逃跑 陈哥立即护在医生身前 都冷静一下 就算杀了我们 也没办法逃出去 就像医生说的 幕后之人真正的目标是你 我们其实都是被你牵连进来的 大家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自相惨杀 只会让幕后黑手得力 还不如团结起来 一起应对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 各种突发事件 就像这一根绳上你 这样就会变成了 还是那种 一种 一种 感谢观看